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他毅然跳下了悬崖 他的丈夫却只能在不远处目睹他牺牲的全过程 这一天刚好是他三十岁的生日 他是我方工作者黄军爵 一九四二年 敌军大扫荡 我方队伍分散隐蔽 可是还是不幸暴露 为了保护战友 他主动走出隐蔽点 与敌对抗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 黄军爵英勇牺牲 他牺牲时 他的儿子才刚刚出生三个月 向英雄致敬